张柏芝三胎儿子叫谢震天 这是真的吗 张柏芝现在儿子姓谢 那意思就是说张柏芝三胎儿子是谢霆锋的 这其实是有人在故意造谣说是谢霆锋发文承认的 谣言不可信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张柏芝在大陆娱乐圈复出 复出后的张柏芝又再一次的爆红 自从张柏芝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二一来 就凭借着好妈妈的形象再一次狠狠地爆红 张柏芝曾在综艺节目中表示将举家搬到上海居住 而且还将两个儿子也会接到上海读书 在综艺节目中经常聊到一些有关于孩子的话题 不难看出张柏芝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这些年一个人抚养着儿子们有多艰辛了 除了张柏芝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谢震南和谢震轩以外 还有张柏芝的三胎儿子是广大网友和粉丝们一直都关心的话题 也是广大网友们热切关注的焦点 自从张柏芝宣布三胎儿子出生以来 这个三胎儿子的亲生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张柏芝三胎儿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有的 猜测是新加坡富商 有的说是孙东海 有不少网友猜测是谢霆锋的 可见广大网友们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 甚至有不少网友还谣言说 谢霆锋发文承认张柏芝三胎儿子的名字叫谢震天 并且谢贤老爷子准备把张柏芝三胎儿子纳入谢家族谱起始 后来经过官方的查证 这些信息纯属谣言子虚乌有 这些制造谣言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些八卦媒体 所以谣言不可信 而且我们都知道张柏芝的三胎儿子不 可能是谢霆锋的 因为张柏芝宣布三胎儿子出生时 当时的谢霆锋和王妃刚复合没有多长时间 那时候的谢霆锋和王妃兜兜转转好几年 才又走在了一起 而且两人还是挺恩爱的 所以当时的谢霆锋不可能做出对不起王妃的事 再说了 如果张柏芝的这个三胎儿子 真的是谢霆锋的 作为谢霆锋女友的王妃 不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而且这几年谢霆锋和王妃的感情非常的稳定 所以不得不说张柏芝三胎儿子不是谢霆锋的 和谢家没有关系 而曾经谢贤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公开表示 虽然张柏芝三胎不是谢家的 他会把三胎儿子当成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看待 可以看出 可能是谢贤单纯的想要保护张柏芝而已 也是没有过多的想法 而现如今张柏芝的三胎儿子已经三岁了 但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得不承认张柏芝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 不管媒体怎么扒都扒不出来 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呀 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相信会有一天张柏芝的三胎儿子生父会大告天下 张柏芝的三胎儿子名叫谢震天 这个消息纯属谣言 我们一起期待张柏芝宣布三胎生父的这一天吧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 让我们一起为优秀好妈妈张柏芝长按 点赞支持一下吧